67岁洪金宝每天附和运动近况惹人担忧,儿媳担心痛哭,他抱不动孙子。 功夫巨星洪金宝,他的半辈子都献给了影视圈。 虽然在影视圈如此出名,但是也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。 因为功夫巨星洪金宝为了自己的事业,曾经在拍戏的时候就受过很多伤,每次受伤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。 现在的洪金宝就算出行也要靠坐着轮椅出门,看到现在的洪金宝难免会给人很心疼的感觉。 如今67岁的洪金宝在娱乐圈从事那么多年,而且每次的作品都跟武术有关,人都是肉做到,一不小心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受伤。 而且又是长时间的过着我打的生活,所以长年积累起来的伤就留在自己的身上。 之前洪金宝的儿媳妇周嘉贵在节目当中表示,洪金宝每天需要付出的运动量是负荷的,记得有一次洪金宝拍完戏回到家里,想抱抱自己的孙子,但是因为体力透支导致连自己的小孙子都抱不起来。 洪金宝的儿媳妇到这里的时候,留下了心疼的泪水。 周嘉贵也是直言好担心公公的身体,并直言洪金宝真的是个好爸爸好爷爷。 当初因为在拍摄某电影的时候,因为洪金宝自己的身体不舒服,想请假休息几天,但是没想到的事情就是,只是想休息几天而已,不仅没有得到允许,反而得到的就是被炒掉的消息。 其实说实在的,作为武术方面的行家,想让自己的作品呈现最好的视觉效果,演员的身体状况其实是非常的重要。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,洪金宝的不舒服,却经受了这一次的打击。 看到现在的洪金宝真的是白发苍苍,网友也表示十分怀念当初那个非常有才能的他。 那时候的他非常有活力,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精神。 可是看着现在的他相比,洪金宝真的是老了不少。 不过洪金宝也有了自己的孙子,在这个年纪也是应该要好好的享福。 看到现在的洪金宝,唯一让人感觉的就是,当年那种气势似乎就不存在了。 许多网友看到现在的洪金宝在身体上有很多的伤痕,纷纷表示希望洪金宝能够好好的休养,毕竟现在的洪金宝已经不是奋斗的年纪,年轻的时候太拼,老了就应该要好好享福了,这样的生活才是洪金宝未来该过的日子。 ,小原来叫做爱上廊